咱们继续来配置里面的路由 那里面的路由 咱们应该去哪里配置了 告诉我一下 是不是应该到APP里面去配置了 是不是应该到APP里面去配置 那最后咱们公共的东西会写在哪里 公共的东西咱们可能会写在哪里 我把这个test高级组件 这个东西就给它删了 就把这个部分就给它删了 就不要了 然后怎么办 在这里面是不是相当于我在这里要去写一些 我在这里是不是要去写一些公共的东西 在这里我现在给他一个对不对 这里是公共的部分 你想写一下公共的部分 都可以把它写到这里来 听得明白不 比如说什么导航呀 这里的是不是都可以写 是不是这意思 导航呀顶部呀 logo呀 这个就是进入里面的一个内部页面码 然后做完了之后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咱们也是在这里面来写 也是在这边来写 那怎么样来做是不是 import 这个下面的什么呢 叫做是不是如此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哎呀 import啥来着呢 咱们就做 哎 哎 咱们看一下哈 这下面呢 呃 这名字可往里逛了呀 说叫的名入团啊 我的名入团啊 from这里 然后怎么办呢 咱们在这里是不是也是给他做一次宣传 然后 然后 admin root 点 map 是map map一个root 然后ret 啊 这时候return的东西忘了引桌 拿去把它拧破了进来 这块不需要root了 就需要root switch 是不是先把这两个先先弄了再说 啊 然后这个意思哈 然后 那这个switch的话咱们就应该套在 是不是套在这个位置了呀 是不是套在这个位置啊 哎 然后这里面的话return呢 是咱们的这个root 对不对 是这个root吧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对象啊 在这里面哈 然后怎么办呢 由于这里面咱们还要做页面级别的选项 也就是说这是你登录 登录了进去 最后你的角色还不一样 是不是后期咱们还在做这个事 就是每个角色不一样 咱们还可能需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有些页面不允许到访问 那么在这里咱们还是用认识的方法 听懂了一套买啊 所以认识比那个component有用哈 所以path 就等于 多次点 path name 是不是咱们写的是path name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来一个认识的方法 vendor就等于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每趟 每趟啊 没毛病吧 是不是应该这么来写啊 这里还有一个什么 votor props 忘了加三个点啊 是不是应该这么来写啊 对不对啊 没有任何的毛病啊 这么来写 来咱们来看一下啊 哦哦出错了 没找到这个东西吗 哎 我看一下吗 啊 是当前目录下的 是不是这个东西 当前目录下的吧 啊这会对了吧 是不是出来了呀公共的部分 只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啊每一个东西是不是需要有一个k啊 啊咱们给他一个k哈 在这里 拿来一个k就等于咱们就用 多个点path name 这个东西肯定不会是重复的呀 如果这个东西重复的话就有问题了哈 没报错了吧 那咱们去访问一下啊的民意下面的 80波的是不是仪表板出来了呀 好的民意下面的啊 特 哎写错了 文章列表吧 然后啊的口下面的 edit下面的 2 哎 没写几个赛的吧 是不是这时候就有问题啊 你不去测试 就会就发生不了这个问题 那咱们现在访问一个settings看一下 是不是设置也是ok的 就那个编辑的那个页面 还访问不到 那咱们在这里的话怎么办呢 是不是给他加一个一个赛特呀 是不是给他加一个一个赛特 这种来写哈 要不写就不舒服了 我喜欢这么来写哈 这么来写的话会比较舒服一些 看到没是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啊 那咱们哪一个什么呢 一个在个特哈 就等于 多特点一个在 是不是这意思啊 如果他是安利翻转的话 他会帮咱们去转吧 没有报错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咱们来访问一下 啊的口上面的editor 是不是文章编辑出来了呀 文章编辑这几个都出来了 知名咱们这个路由你看 完全开始成功 听懂了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哈 你看咱们访问的 首页的时候他到了尔德明 但是访问到了尔德明 如果他已经登录了 他能够进入尔德明的时候 是不是又应该跳转到哪里去 是不是又应该跳转到 又应该跳转到这个 是不是又应该跳转到第一个里面去啊 跳转到哪里 是不是大气波到里面去 天等的意思吗 啊 他应该跳转到大气波的 所以在这里面他也需要用什么呢 对 direct把这些东西给他写上写在哪里注意哈 是不是switch这里爱着的呀 re director哈 然后to哪里呢 to的话咱们就直接可以用 那个什么哈 你就可以用 我的名 in 用他点 二 离 点 哈 美 是不是到这里去就行了 呀 是不是到这里去啊 re director 到这里去哈 然后form什么呢 from就等于 是 二的面 然后是不是这意思 还得加一个什么 一个在 是不是这意思呀 啊 那同样道理哈 还有一个兔什么呢 兔的话 咱们这里的话就要写死了 因为他里面是不是也得 也得去访问一个404呀 咱们先来看一下吧 这样子这里肯定是没问题的 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怎么办呢 我现在 访问这个是不是直接到大视波的 这是对的呀 啊 这一步是完全没问题的哈 然后在下面去访问其他的肯定也没问题 那么我现在来访问一个这个东西 结果他跳不到404 发现这一次问题了吗 是不是他跳不到404呀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咱们还得同样的道理哈 就是那一层的这个地方 还得重新举起一个哈 然后兔等于什么 兔等于404 然后 是任何东西都到404去啊 来看一下 这会儿咱们来访问一下哈 直接访问这里 到的名大师博的没问题 然后我在这里来访问一个 这样子乱七八糟的东西 书到404 而我访问诺给你到404 不是到404到诺给你 然后访问一个什么呢 我的命它是跳到这里的 然后在我的命后面去访问一下 settings 现在试一下 没毛病 然后再来访问一个不认识的路由 到404 听懂买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还好懂吧 听起来的时候 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 就是设计的一个方案 合理 比较合理的一个设计方案 就这样子来做的 那么这时候的话 咱们基本的这些路由就配置好了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还没有去做 来咱们看一下 在这里 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里的话 当我们去访问一个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在这里的话 他没有 没有一个跳转的东西 摄影4 然后去访问 我的命谁干 他在口 是不是这里面的话 他并没有去新加载我们的gs呀 并没有去新加载 他只有一个零点窗口 只有一个零点窗口 那这时候的话咱们需要干什么呢 咱们就需要配置路由的暗许加载 懒加载 咱们不叫暗许加载 这个是不是叫懒加载呀 而路由的懒加载 我把这个先提交一次 这里是功能的 然后叫什么呢 配置基本的路由 是不是只是配置到基本的路由 还没去做那些挑转呀 这里的东西老板 是不是啊 这是基本的路由 那下一步的话咱们来配置一下 对于路由的懒加载 react的话 官网本身也推荐有一个react lazy 一个叫react lazy这样子的东西 当然的话咱们 还有外面也有什么呢 外面也有咱们的叫做react loadable 这个东西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叫怎么理解 loadable load的是 就是呃加载然后loadable就是可以加载的东西呗 真的明白这意思吗 啊 在这里的话咱们就可以去用这个react loadable来做啊 这个 然后它的下载量还行 是不是30多万呀 是不是每周30多万的下载量 那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要想去使用这个loadable 怎么样来做呢 就去安装一下它就可以了 npm install react loadable 把保存下来吧 这个来看一下看一下react loadable 我们看一下这几句代码 我们同学看不看得懂 啊看不看得懂 然后来看一下 你看首先react loadable里面 是不是是不是出了一个叫loadable的东西啊 是不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高级组件吧 你看通过loadable封装的东西是不是还是可以用组件来 是不是还可以用组件的方式来调用 看到明白人也就是吗 看不看得明白 啊 它还是可以用组件的方式来调用 所以证明这个loadable这个方法 你看loadable是不是一个方法 它去执行之后怎么办呢 它在这里去执行之后 在这里执行之后 它实际上是不是还是剩下了一个组件 执行的时候 它传了两个参数进去 传了一个参数 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一个loader loader去干什么呢 加载咱们本身的什么呢 组件 是不是加在咱们本身的组件 然后你可以想象在它的内部是不是等到这个 我们都说了 这个import的返回的是一个什么样 是不是一个promise 等到这个东西之后 它的邓里面是不是才会去渲染这个组件 然后在没有loadload之前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loading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loading 然后loading的话 本身是咱们自己写的一个组件 看得出来这个意思 听得懂不 在这里 咱们来写一下 来写一下这个东西 看一下它应该怎么样来用 来 在用的时候咱们在哪里来用呢 是为了让我们外面的纯净 所以我直接在哪里呢 直接在咱们这个vuse的这个地方去做就可以了 听得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我们在这里面要用的话 我就得去把原来给引进来 您拨的 不然你不用原来的的话 那你得怎么办呢 是不是 那你得在其他地方写一个loading 是不是在其他地方的写一个loading 要注意哈 好咱们来写一个loading没 在这里面 我先把这个地方建法 然后loading吧 听得懂吗 啊 这里loading哈 loading 我干什么呢 新建一个哈 有一个是点击s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来一个rfc就行了 啊 我就直接有团一个 就是有一个loading 后期的时候咱们再去 就是真正的要想改的话 你再去用那个 啊 安得力的那个spin吧 其实要用spin 是不是你应该在这里面来封装一下呀 为啥呢 因为我的外层去的时候 可能它的那个位置 呀各方面可能都不对 那个loading 是不是如果如果直接去用 它可能就在右上左上角呀 啊 在这里我们先写一个loading哈 然后在这里来新建一个哈 你那个是点击s 然后干什么呢 export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直接这么来写了哈 因为我不需要安静下载 见明白吗 啊好 那下一步的话我怎么做呢 我在这里面我把这个东西给它引进来哈 import 叫什么 好好 import什么呢 是不是loading呀 这里是不是得解解开了呀 import loading 啊然后from 上级目录下的 compon此里面 听着明白吧 要用loadable的话 它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我们还得需要去把 import loadable from react react loadable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方法呀 啊 咱们把这个loadable写好了之后 那下一步的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这个地方就得重新来做一次了 来看一下啊 cost 什么呢 它是播的 然后等于 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等于loadable封装之后的东西 听得明白吗 在loadable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个loading呀 啊 loader 是不是第一个是loader loader是一个什么 箭头函数 然后import 当前目录下的 大时报的 import是一个方法 抱歉 应该是这么来吧 听得懂吗 这一步都听得懂啊 多了个括号 试试了一个 对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然后怎么办呢 这里有一个逗号 这里叫什么呢 是不是叫loading呀 loading的话咱们就本身是上面的东西 是不是我就不用传了呀 是不是就不用传了 听不懂 听懂吧 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是这样子的 还真在传 因为它的loading是什么 是小写的 咱们的是 大写的 loader也是小写 注意这里 这里我写错了 听懂了吗 就这样子来传了 这样子来传了之后 那其他的是不是也是一样 其他的是不是也是一样 好 来看一下 我复制了几个 把这里换成咱们的 not found 把这里换成咱们的 settings 把这里换成咱们的login 把这里换成咱们的 art code list 但是在这里得 把这个东西删掉 然后把这里换成咱们的 art code edit 然后 这样子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听得明白吧 这时候的话 我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都给它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 下一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会的时候 看一下这里面的network 是不是多了个一点创可了 是不是多了个一点创可 来咱们来访问一下其他的 叫做edit2 是不是又多了个2点创可 咱们来访问一下什么 访问一下咱们的 这个大视波的 是不是有多了个4点创可了 所以这会儿 是不是就已经把这个路由的 懒加载已经做好了 所以 只需要改造一下这个代码就可以了 然后这下面是懒加载 我把这个注释在这里 懒加载 懒加载 懂这意思了吗 当然的话 你们懂这个的原理吗 想都不想就说不懂 想一下 想一下 这乐的不应该怎么样来写 咱们自己来写一个行不行 我一讲你就明白了 我讲一下自己怎么写吧 好吧 也就是怎么办呢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地方换一下呀 我把这个注释了 然后怎么办呢 是不是importer什么 乐的不 from我们自己的乐的不呗 比如说当前目录下啊 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test 比如说叫做 kof 乐的不吧 叫个kof 这个名字不好就叫这个吧 就叫乐的不 听到明白不 我在当前目录下 现在是不是肯定要报错 我们就把这个错是不是解决了 并且让它正常显示就可以了呀 那在这里的话 由于它没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没有一个乐的不 那咱们在这里来新建 我就新建一个文件的哈 好吧 乐的不点击s啊 没毛病 只是怎么办呢 只是是不是这里要出错呀 啊 全不管它哈 然后在这里的话 已经的哈 我现在这么来做哈 然后 kast 是不是他要导出一个东西啊 叫叫什么 是不是叫loadable 来看一下啊 然后这是一个高阶组件呀哈 return class 叫做loadable component呗 loadable component 咱们给它取个名字哈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要去干什么呢 一个sport default 然后咱们呢 loadable 好 你看是不是没报错了呀 已经 只是说它不显示 为啥呢 因为我在这里面啥都没干 然后如果我在这里 return一个 比如说 return一个abc 那么 反过每个页面就是abc 听懂这意思了吗 哦 反过每个页面就是abc 相当于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现在下一步 是不是我们要使用它传输的东西了呀 是不是要使用它传输的东西就行呢 啊 写起来 那么它在这里面它会传输什么呢 传输一个叫做 是不是一个叫loader呀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load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load 哎 就这样的东西 我我是把它解构了的 是不是它传的只传的一个参数呀 把它解构了的哈 然后我在这里面的话我给它定义一个状态哈 state 然后叫做什么呢 比如说 嗯 比如说loader loader 啊这里不要不要用这个了哈 咱们叫做 loaded component吧 就是已经被加载了的component 然后我们先给它设计为一个none 然后咱们的这个return里面实际上是可以直接returnon的 这个大家要明白 听得明白吧 returnon它不会报任何的错 就是return一个空 啥都不做 啊 在这里的话我加了一个状态 叫做什么呢 叫做loaded component 那在这里面return的时候 我怎么样呢 return呢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这么来干哈 首先在这里面的话这个loading是不是能够获取得到的呀 啊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的时候咱们去return什么呢 我先return一个 loading 我们来看一下 哎这样没有啊 来看一下 在这个方法里面啊 有没有 console到log咱们的loading看一下啊 把这东西来console一下 啊 这是因为咱们的大小写的问题啊 咱们的大小写的问题 懂这些色了吗 啊 在这里的话是一个大小写的问题啊 就是在这里的话 因为写的是小写嘛 啊 所以它这里的话就怎么办呢 我们解构为 写个位loading就行了啊 是不是解构为loading 我这么来渲染一下啊 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我每个页面就显示它是传进来的loading啊 因为loading 我没有去做一部加载吧 是不是我没有去做一部import loading啊 loading是直接干什么呢 它比较小 所以它就显示了一个loading 啊 那怎么办呢 咱们在这个loading的component deed the mount的时候 去做一件事情 做件什么事情呢 loader去执行 来看一下哈 看一下 在这里面 这个loader是个啥呀 是不是一个方法呀 咱们让这个方法去执行 这个方法 retor那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去import了一个组件进来 听到明白不 啊 相当于咱们去执行 执行这个load 执行这个loader的时候 实际上执行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执行的是这句话吧 是不是实际上执行的是这句话 啊 然后咱们在这里来看什么呢 是不是点赞 来看一下啊 你看是不是出来了呀 这里面有个default default里面是不是是咱们的大学报的 看到这颜色没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里来console到logres点 什么 default default 是不是就得到了咱们的这个req的一个组件 那得到了这个组件之后走吧 得到了这个组件之后 咱们把这个组件给它set state过去就行了 this get set state 啥来张 loaded component 然后 就这样子 听懂了吗 有没有听懂 你先不要看外面的 只看这一个部分 从这里开始看 loaded component 这个看得懂不 我是不是把我import之后的结果给它复制给这个loaded component 那么在这下面渲染的时候就好说了啊 然后干什么呢 loaded component存在不存在的话就去渲染loaded component component如果不存在就去渲染一个loading 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循环 来咱们看一下 我看包错了没 好像没包错 稍等一下 关掉吧 是不是这一个死循环了呀 是不是它是一个死循环吗 不会 这就卡死了 我强制退一下 好像是我的电脑的问题 咱们来访问一下 这是有点问题 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咱们去干什么呢 相当于在他踢的mont的时候咱们去给他判断一下 就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就给他踢了的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说这个东西存在 那么咱们就干什么呢 是不是就渲染这个东西啊 哎 渲染错了哈 渲染错了 我就说有问题哈 应该是loaded component this.state.这个 是写错了哈 看到没有 是不是写错了呀 我们应该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是loaded的component 我写成了什么 我写成了loadable component 我把它解析出来 然后干什么呢 如果说有这个东西 咱们就去渲染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 那咱们就去渲染loaded 这个loadable component的话 这个地方写错了的哈 这个地方写成这样子了 是不是整成外面的 所以死循环了呀 听懂了 应该是在内部的这个东西哈 这里的setsdata 这里是不是应该是loaded的component 啊好 那咱们把这个东西写好了之后 这会来看一下哈 来访问一下 嗯 3000 你看 没毛病了吗 来咱们看一下咱们能在那的work哈 刷新一下 是不是有个四点创卡 是不是有个四点创卡 那这会咱们再来访问一下 setsdata是不是有个七点创卡 啊 咱们来访问一下login 看一下啊 他上去现在是不是有个五点状态呀 听懂了吗 在这里的话 你看咱们去实现这个loadable的代码 是不是就叫二三十行呀 而且我还是很多地方 是不是可以换了行的呀 现在听懂他的原理了吗 要注意哈 状态里面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组件 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状态里面呀 可以是组件 不一定说你只能是一些 我说了 是不是stata可以是任何的局呀 那这个stata里面的话 我就把一个组件 当成当成一个stata的管理 那怎么办呢 而这要结合这个es6里面这个import呀 他import的时候 是不是他本身的结果是一个promise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论来 获取到这个东西了之后 再干什么呢 是不是把它的结果 给他复制给你这个stata 那么在下面渲染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怎么办呢 去判断这个component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咱们去渲染这个 如果不存在呢 咱们是不是渲染一个loading呀 听得明白不 当然你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比如说如果出错的话 你再给他重新渲染一个组件 听得明白吗 那重新渲染一个组件的话 在这里可能就不能这么来判断呢 是不是就在重新定义一个标记来判断呢 这里理解了没有 还有没有同学这里有疑问的 你要理解这个高阶组件呀 要理解这个高阶组件 这里的话是对高阶组件很深入的一个理解 你想一下咱们都能说出这个懒家子的原理了 是不是更牛呀 觉得啊 虽然说官网推荐的是什么呢 用一些react lazy呀 用一些人 比如说咱们自己用的notable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知识来说我知道这个notable是怎么来实现的吧 你看一下 我现在写这个东西 是不是和咱们之前写的reactless一样 无缝切换的呀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原理的时候 是不是reactless原理呀 无缝切换来看一下嘛 来看一下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把这个打开 把这个关掉吧 是不是把我自己都关掉 来看一下 看他爆不爆错啊 是不是肯定不会爆错 是不是爆错的呀 来 这会儿你再切换回来的时候 你们就要打到什么程度呢 就要打到这样子的程度 你知道吧 你看 是不是一样的呀 完全一样啊 完全一样 所以这里要注意哈 要注意这个这个loadable的原理哈 下面注视的这个文件就是一个简易的react loadable的原理 这里的话这个是我注视一下哈 这个文件只是用于解释react 这个loadable原理 当然可以什么 不放 切换 咋样 这个东西是不是听起来很耐劲 是不是啊 我们就能给你深入的理解这个里面的一个原理了呀 好了 嗯好这是关于咱们这个路由的所有的这些路由的这个配置啊就完了 一般来说咱们只有页面级别的东西才会去做loadable 对于小组件的话咱们是不会去做loadable的 不会去做这个懒胶仔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啊页面才会比较多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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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